好 之所以臺北市衛生局會提出了民眾檢舉的獎勵辦法 實在是因為這陣子衛生稽查人員疲於奔命 因為其實人少就已經夠忙了 現在就連食品的檢驗預算也都是很缺乏的 根據監察院的最新調查發現 衛生署每一年花在每個國人身上的食品安全管理預算 一個人平均下來只有五塊多 今天就有毒物科醫師批評 這種預算根本就是一個騙局 粗化期風暴持續蔓延 就連烘焙業也受到波及 國內有毒物科專家提出批評 政府在三具清安事件之後 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 TFDA為全民的食品藥物安全把關 但是使管局不僅人力不足 預算也不夠 根本就是個騙局 你是沒有牙齒的貓你知道嗎 老鼠根本就不甩你 你知道我們去管理你的食品安全衛生 所以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 根據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顯示食品藥物管理局一年的預算有二十二到二十三億元 其中食品管理業務預算只有一點二億元 如果以全國兩千三百萬民眾來計算 平均每位國人只分到五點二億元 台北長庚毒物科主任林杰良認為 這和美國每位國民分配到的食品 食品衛生管理費用為一百六十元 英國一百五十八元香港四百五十八元 台灣實在是差其他國家一大截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回應表示 將會檢討預算編列和分配 而林杰良則是認為政府每年有錢邊預算放煙火 卻沒有錢加強民眾食品和藥物的檢驗 如果未來還是不檢討改善 民眾吃的安全在這波塑化劑事件之後 還是沒有保障 記者賴水美秋夫妻 台北報導